各位早晨 這一齣《I Still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現在在Netflix看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至於什麼人會有興趣呢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那些色情人會有興趣 那你應該會看 對你來說這齣戲是A+. 這齣是這系列的續集 她的故事和那些角色都是延續第一集 所以第一、二集之間的連結是強烈的 她說的女主角 雖然她經歷了第一集 她被那個兇手追殺 然後在第一集結尾下海 但在畫面上那個人雖然斷了一隻手 但沒有真的交代到那個兇手真的死了 即是留在尾可以拍續集 所以去到續集 就說那個人又回來了 但這次的設定有點奇特 就是說那個女主角 她有一個朋友 她的朋友就是抽獎 抽到可以有幾個人 即是幾個同學 就是去一個離島那裡 就是住幾天 就說他們一去到離島 然後就說是一個storm season 一去到之後 然後就立即 就有一個暴風雨來到 然後他們就困在那個島 他們都去不到其他地方 然後開始在這個島上 就發生一些命案 他又發覺 咦? 是第一集的兇手 還在追蹤他 因為有個人在留一些字條 跟他說什麼 I still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那些 所以基本上就是 有個美女穿緊身衣 她懶得是密實 但是經常穿緊身衣 然後她被兇手追殺 是這樣的故事 但是雖然在故事上 你知道那個兇手 是對她和這個女主角之間有仇 她的target是這個女主角 但是故事就交代到 她身邊的人全部都死了 她的酒店不關事 其他人全部都死了 始終她是不死的 是這樣的故事 OK 這齣戲的成績 我覺得是更差 第一集 我覺得她不是十分突出 但是她又不差 因為我挺喜歡她的演員 我覺得當年你也說 是一些非常不錯的年青的演員 這不是to be taken for granted 如果是看的 如果是有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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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有的 有的 因為他第一集有一些角色,在第二集他不會再出現 所以他就要找其他人去取代 換了其他人去做那些角色 他換了那些是沒有那麼強的角色 我覺得有一些演員都OK 有一個叫Brandy,即是黑人女仔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那個女仔是以前的Coby Bryant 即是他畢業的那個date 即是他畢業舞會 他帶這張電影的黑人女仔去date 而且他打All-Star Game的女仔是有出現的 如果你認得他的樣子 但我覺得他的樣子OK 他都很漂亮 而且Coby也喜歡他 但他不是Sara Michelle Gellar 我覺得是超遠的 即是女主角的魅力 我會喜歡看Sara Michelle Gellar 但Jennifer Love Hewitt 依然都是非常好看 而且你也看到的 導演、製作人 這齣電影主要是 煲他 主要是靠他一個 這齣電影 他穿得比第一集暴露很多 他的衣服超緊 而且很不適合 跟連環殺手搏鬥的衣服 他全都穿上衣服 例如他穿T恤 只是扣一粒樓 那些 他裡面當然也有 因為他去了一個離島 一個度假村的地方 所以當然他也要穿衣服 曬太陽 曬太陽燈 因為他有暴風雨 他也要穿衣服 全部都有 還有臨睡 臨睡 然後穿下衣服 那些全部都有 所以那些色情人 他在第二集裡 是暴露過第一集很多 所以如果是 想看女的觀眾 想看Jennifer Love Hewitt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應該不會失望 從這個角度來說 但整體來說 他的Casting去到第二集 其實是比第一集更弱 我覺得Brandy 是比較OK 其他角色都是難看的 黑人的男生 還有另一個白人的男生 那些新家的角色 都是非常一般 他有Jack 那人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Jack 我忘記了 Jack McQuay Jack Black Anyway 他是一個很次要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忘記的 至於那個故事 我覺得是更加差 我認為是更加差 例如他只是說那個開頭 他的開頭就是很低B 因為他說到他們怎樣 去到最後 他會說回 其實是一個計謀 引他們上一個島 然後困在那裡 然後去獵殺 那一個女主角 但是你想回頭 一開始 他怎樣交代這些事情 你會覺得計劃 根本上是很無厘 你要殺一個人 為何要他去某一個特定的地方 為何要他去那個島 為何要這樣 根本上是不必要的 我覺得只是搞得很神秘 有一個無人島 然後在那裡 根本上是一個Gimmick 然後他覺得 可能有些製作人 監製那些 覺得在島上 然後他們走不了 然後在那裡出現 有個連環殺手 這個想法是否很厲害 然後他有這個想法 再回頭 作一個原因 為何他們要去那裡 就是他在這裏 是反過來 反過來 作一個故事 就是解釋不出 這整件事 這個是在一開始 他的結尾 是垃圾的 他的結尾是垃圾的 是垃圾 是垃圾 我不說他的結尾 連結尾都說了 太過分了 但是我告訴你 他的結尾是超垃圾 是超垃圾,唯一好就是去到結尾的時候,你見到女主角穿比較暴露的衣著 但除此之外,她的結尾是垃圾到暈,你會想為何會這樣結尾,神經病 至於她的頭,她的結尾,我覺得都非常一般,她中間就是鋪陳一些兇手周圍殺人 但我看完,我不太明白為何會殺很多其他人,因為第二集死的人數比第一集 但第一集更合理,因為她有明確的目標 那個兇手,她想報復那四個年輕人,然後要弄他們的時候,如果有人阻礙,她就順便殺他們 但在這集中,死了很多其他人,但其實她的目標,嚴格來說只有女主角 她的目標是女主角,然後死了很多其他人,那些人不關事 她的目標,她的目標,她的目標,她的目標 然後她交代殺人的場面,不是特別拍得好,我覺得是拍得差 因為她和第一集都是一樣的風格,她沒有追逐,沒有追蹤 這個位置更合理,一定是有令人玩了,每次都會出現 空手突然間在某個盲眼身邊突然間出現 一個 One Hit Kill,一下就打完 封ош Just Jump Scare 你會覺得那個人那麼大隻,又高 他穿著很重的鞋子,和很大件乳衣 他不是瘋忍者,一個這麼巨大的男人 有什麼可能會走路沒有聲音 然後每次都在人家後面突然間出現 然後一下子就殺死人 我覺得根本上是不可能 他是因為要配合那個jumpscare 突然間出現那個故事劇情 然後就是彈性 總之他走路沒有聲音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很難度 這些殺人場面 我覺得很隨便 無論如何 這齣戲我覺得是不一般 但是他的製作還是OK 而且那個女主角是高質的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有很多的缺點 但是那個美好的女主角 又可以cover很多他的缺點 所以我想對於觀眾來說 如果你有一個 你知道你在看一齣電影 又未必會覺得很垃圾 我覺得這齣戲 我覺得差一點 無論是casting 故事各方面 都差一點 所以就C都變成了